中國微博登上了二搜 發布了長龍集團的最新道歉聲明 那這個道歉聲明是關於支持九二共識反台獨 張龍發先生曾表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台灣獨立勢必會破壞兩岸關係造成兩岸動盪 在長龍集團的總部官網包含長龍航空、長龍海域、長龍國際、長龍酒店等等等等 將近快十幾個相關的集團 沒有任何一個原文的道歉聲明 也找不到任何署名或是蓋章的 在官網上全部找不到 連小粉紅都在嗆 為什麼報導有熱搜 但我也找不到相關的原文呢?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8月23號黃昏之時 中國微博登上了熱搜 發布了長龍集團的最新道歉聲明 注意是最新的 不是8月15號那篇 這個道歉聲明是關於支持九二共識反台獨 張龍發先生曾表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台灣獨立勢必會破壞兩岸關係造成兩岸動盪 強調百姓生活安居樂業才是最重要的 然後台灣各大媒體跟進報導 但是我昨天從報導一出 到製作影片的 今天也就是8月24號的下午4點多 在長龍集團的總部官網包含長龍航空、長龍海域、長龍國際、長龍酒店等等等等 將近快十幾個相關的集團 沒有任何一個原文的道歉聲明 也找不到任何署名或是蓋章的 在官網上我全部找不到 連小粉紅都在嗆 為什麼報導有熱搜 但我也找不到相關的原文呢? 而我卻在臉書上找到一個由 有個人一個女生發出來的長龍道歉聲明 所以她是長龍集團的總裁、長龍集團的負責人、長龍集團的董事長 還是她是長龍集團代表的公關窗口 很多人就把這個當作是長龍集團的聲明 就是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啦 OK啊要這樣玩我也會啊 我今天睡醒的時候發現習近平給我發了消息 任何的形式強制手段都無法帶來真正的和諧以及認同 為此我們在此表明 中方將放棄對台灣的任何形式武力威脅 不再將統一作為兩岸關係發展的唯一目標 我們更希望透過對話、合作與互相尊重 探索未來的可能性 兩國共享歷史、文化與感情 這種紐帶不因為分歧的源頭 我們將通商寬移 而為我們攜手前行打下基石 未來我將持續扛兩百斤麥子 十里山路、不換奸 以開放的心態 尊重台灣人的意願 致力於構建和平穩定的兩國關係 我們相信唯有和平與理解 才能證認造福兩國人民 謝謝大家 習近平上 然後習近平他的脆就給我發了消息說 不是讓你別發出來了嗎 這就是習近平的聲明啊 由我發布的啊 大家信不信媒體報不報 昨天晚上11點多啊 我去上海長龍店 還可以看見他們官方的8月15號道歉聲明 直接跳在主頁上 但是在8月16號的凌晨12點多 我再次上去一看 長龍上海店連8月15號的道歉聲明 都給下架了 我們一分證據說一份話 所以實事求是的我們 是不是需要看到原文的道歉聲明 或是由官方機構發布的 因為媒體報導的是總部嘛 發布這個我們才能證實這個真偉 我最近也做了一些 習近平在三中全會也好 還有北戴爾會議上 傳出了各種各種傳言 甚至是假消息 也都沒有證據證實 只能旁敲側擊 對吧 我也是說 這個是沒有證據的 這都是 上面中國網友的推測 分析這個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是這一系列還是要等 習近平哪一天確實露面現身了 中國哪一個會議 他們的這個報表 有沒有任何的貓膩 我們才可以看出 之前這些傳言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對吧 當然這件事情也是一樣啊 然後脆上就一堆影戰的小號 什麼幾百訂閱啦 還去花錢升起個藍勾勾 來證實自己是真實性的 有沒有非常搞笑啊 結果點進去發現不是假帳號就是小號 然後這些帳號都在噴什麼 1450玻璃心台派玻璃心 台獨哈哈哈 黃偉漢 當初不是說要去支持長龍酒店嗎 現在黃偉漢你打不打臉 黃偉漢這個正統中華民國派 他變成台獨啦 他變成1450啦 我整個問號耶 我跟你講如果你是真正的中華民國派 你應該是跟台派站在一起 而且台派也會跟中華民國派站在一起 現在共同的目標是什麼 反共產黨反中共 這是最大的第一階段目標 是吧 所以你自己心照不宣啦 還在那邊噴長龍櫃 然後你們很爽 我們先撇除掉這些假帳號之外 當然不乏有些真人的小草 也是喊出這樣的話 那我就問 一家台灣企業 一家中華民國的企業 中華民國的國民 在海外被打壓 被他國逼迫下跪 中華民國國企被下架了 我身為小草 我好爽 那這樣就有問題啦 你恨民進黨 但是這些跟民進黨有什麼關係呀 你們只有在安全的時候最勇敢啦 覺得被逼下跪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因為可以打擊到民進黨 拜託 這打擊到的是全台灣包含你呀 如果你覺得下跪很好 那你怎麼還不下跪民進黨 民進黨有槍桿子你怎麼不怕 因為你知道民進黨奉公守法 民進黨不會像共產黨一樣 隨便用槍桿子給你一個墨虛喔 對吧 你為什麼不換中共國的紅色護照 你們各個都是實進黨啦 為了打擊其他漢人政權啦 讓契丹人公入城內 最後把漢帝割給契丹人 結果你們就拍手叫好 太棒了 我教訓到其他漢人了 太爽啦 割地又如何呢 你們是這樣的人嗎 當然我不排除兩種可能性 中共在逼長榮發道歉聲明 我樣板給你看啦 假戲真做啊 是吧 我把你吵了沸沸爺良 最後大家發現你這個道歉聲明沒有出來 大家又會記起這任意去逼你道歉 中共外交部跟法國的中共統一促進會 都出來喊話公開支持了 已經有中共官方介入啦 所以這種假戲真做的方式 逼長榮發道歉聲明 是中國很常見的宮廷鬥爭手段之一 第二種情況啊 不免除長榮集團透過媒體發布消息 而這個消息是率先發給中共媒體與官方看的 你們內部看完 把這個消息放出去 對吧 雙方有一個台階下 那我也不以官方的身份在公告發聲明 那你們就發這個出去 這件事情到此為止 當然也有這種可能喔 不然為什麼是微博先發出來 台灣媒體才跟進 那也有可能是測風向 再看要不要由長榮官方正式發布 當然不排除過幾天長榮可能看風向之後 會不會在官網上正式發布 在沒有證據下任何的猜測都是合理 但是我們可以看見微博的小粉 各個都是不買帳的 大噴長榮 有人說現在道歉晚了 所以啊這跟小草嗆台派大崩潰比起來 你覺得到底是誰才是崩潰啊 是小粉崩潰 退以萬步來說 長榮如果真的發布道歉 跪了 那我也可以表示理解 畢竟他們抗爭了兩三個禮拜了 沒有 第一時間自己先跪了 那怎麼樣都比黃安支流好多了 怎麼樣都比第一時間 貴的 好多了 起碼他抗爭過 就像小草們義無反顧 憑是你們抗爭過 雖然你們輸了 但我敬佩你們上街抗爭 上街支持阿伯 對吧 這有什麼好嘲諷 但你們為什麼會嘲諷 因為你們心裡有鬼 但必須老實說啊 你在乳滑之後的貴 通常都來不及 先前小粉為了新疆棉 抵制Nike 抵制愛迪達 這些歐美大品牌 歐美大品牌貴了嗎 沒有貴啊 在網路上還是噴小粉紅 這些小粉紅哪一個有真正的消費能力啊 愛迪達跟Nike 一打折 哇 全部不買李寧了 全部跑去買Nike 跑去買這個愛迪達 哪一個上網噴的小粉紅啊 多數是有住得起 長榮飯店的消費能力 基數是多少 是多的還是少的 這些噴的小粉紅不就是失業 不然就是打螺絲 電子廠 跑外賣 網約車996 每天工作10到12個小時 打那個悟空大頭娃娃 打3天打不過 月休4到6天 甚至歡班 靠加班 月入宅可以有6、7千 好不容易存到一筆錢 又被胖貓的女朋友騙錢 騙光光 不然就是餓死在西安的出租房 這些人會住長榮嗎 他們連旅遊的錢都沒有 我們剛剛有提到黃安 他今天特別表示 我就是回台灣爽用健保9天 大吃大喝 體重還胖了2公斤啊 感謝黃安的反串 讓小粉紅知道台灣有言論自由 不會因言獲罪他人 還不會取消你的免簽綠皮護照 跟限制你出入境 甚至以顛覆國家罪 或是勾結境外勢力來逮捕你入獄 小粉紅你們別說什麼大陸跟台灣 是屬於中共國領土 不屬於顛覆國家主權 或是勾結境外勢力 OK你要先認清中共政府沒有權力管理台灣 對吧 中共政府國籍的官員 按理來說應該要每年都來一次 甚至每兩年都來一次台灣 因為中共的政府國籍官員 常常在中國30幾個省市中 跑透透 但從來沒來過自己的領土台灣 更何況你們中共 可是常常在抓台灣見諜 所以我問一下台灣跟大陸同屬中共領土 那哪來的台灣見諜 你看我華盛頓發布消息說 我們抓到了加州政府派來的加州見諜 什麼跟什麼啊 暫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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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